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对于晶圆代工厂商来说,调整价格已成为家常便饭,而且调整的次数越来越频繁,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。 光是台积电,年内就屡次被传调价,上涨,下调间隔出现。 今年4月,台积电罕见服软,据悉将考虑冻结涨价并加量供应,即满足一定订单量将加送成熟制成头片量,以求和上游晶片厂商共度难关。 针对此事,台积电没有发表官方说明,但总裁魏哲嘉对市场景气度不是U型反转的言论,以表明其悲观态度,变相降价完全是有迹可循。 不过短短两个月之后,风向发生180度大转弯。 电子时报在今年6月,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称,台积电将从明年1月其上调代工价格,并陆续和苹果、联发科、AMD、徽达、高通等大客户沟通涨幅。 按照当时的报道,台积电是害怕价格一旦下调就无法回涨,只想说服客户接受涨价,提前预定产能。 没想到,时间来到8月下旬,新一轮降价又被提上日程。 这一次最大的不同在于,媒体明确提到台积电会针对性下调8奈米、16奈米斜杠12奈米制成价格。 加上台积电7月的综合销售额出现同比下跌,降价消息变得更加真实可惜。 2023年已接近尾声,半导体寒冬还没有结束的意思。 日经新闻的统计显示,截至今年8月,全球十大主要半导体企业的资本支出同比减少约16%至1220亿美元,创下近十年最大规模跌幅。 加上多家大厂在近期传出裁员消息,收紧银根,反弹看起来是遥遥无期。 不过市场在低迷,好像也影响不到台积电,新一轮涨价已再次提上日程。 报道显示,台积电近期向主要客户公布了2024年代工报价策略, 以上条7奈米,以下先进制成晶片代工价格。 根据订单规模的不同,涨价幅度在3%至6%不等,部分规模较大的订单可以享受折扣。 如今,又过去接近两个月的时间,台积电再次传出调价的消息,恐怕外界也不会觉得意外了。 过去几年,台积电一直充当半导体行业的晴雨表,也是对价格变化最敏感的代工大厂。 今年上半年,台积电业绩承压,削减资本支出的消息传出后,外界对半导体行业的担忧之情普遍有所上升。 其实不止台积电,其他晶圆代工厂商的定价也在不断调整。 比如,8月那轮降价风波中,世界先进,三星,革新也是主角之一。 三星的态度也是变幻无常,去年年底才坚称要涨价,扩产,今年2月就传出针对成熟制程降价10%的消息。 只不过,这些厂商的影响力没有台积电那么大,才不至于掀起太过激烈的讨论。 现如今,台积电率先重拾涨价策略,是否意味着半导体寒冬要过去了。 目前,台积电已经开始量产三奈米工艺,首发且迄今唯一用于苹果A17晶片,后续还会迭代多个不同版本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月前在10月下旬的法人说明会上披露。 台积电有望在2025年量产2奈米工艺晶片。 消息称,台积电组建了全新的2奈米任务团队,布局前所未有,将同时冲刺2奈米在新处宝山、高雄两座工厂同步在2024年试产、2025年量产。 台积电2奈米工艺会首次放弃传统的FinFET电晶体工艺,转向GAA全环绕炸机电晶体, 相较于N3E工艺同功耗下性能提升10%至15%,同性能下功耗下降25%至30%,但电晶体密度提升只有10%至20%。 不过,代价也是非常高的,3奈米代工晶圆已经涨价2万美元,2奈米预计会进一步达到2.5万美元。 在台积电毅然宣布放弃于桃园龙潭科学园区三期,即龙科三期设厂前夕,台积电高雄厂2奈米营运部队已悄然成军。 旗下高雄厂正式编定为台积22厂,FAB22,并且完成营运组织编制。 台积电强调,高雄厂组织编制出炉,与放弃龙科三期设厂无关。 业界解读,这已凸显台积电进驻高雄,打造另一个2奈米先进制程生产重镇,绝对是完真的。 台积电供应链认为,在高雄市政府全力配合台积电与高雄建厂下,台积电或许可能将高达于7000亿元的1.4奈米投资计划转向高雄, 但仍是其他县市争取台积电进驻态度及台积电全盘规划而定。 据了解,台积电高雄厂,敲定由台积电中科事务厂副厂长吴思安出任厂长, 与新FAB二市厂长吕真祥领军的新竹宝山厂, 形成台积电南北二大先进制程重镇, 并开了公司在不同厂区同时生产最先进制程的先例。 台积电高雄厂,编制直接人员约1500人, 间接人员于500人,合计于2000人。 相关直接人员已调拨中科15厂和南科18厂的人员陆续报道, 敲定由吴思安领军,关键在它是台积电决定, 高雄厂由28奈米转向2奈米制程的专案负责人。 消息人士透露,台积电2奈米计划N2仍在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, 进行研发、试验和测验中,正如稍早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揭露台积电的 2奈米N2制程技术研发进展顺利,将如期在2025年进入量产。 台积电打破在不同产区同时生产最先进制程的惯例, 将高雄厂员计划切入28奈米及7奈米的规划, 改为直接切入2奈米。 同时在新筑宝山兴建2奈米第一期工厂之际, 也立刻于高雄第一期工厂作为生产2奈米制程。 供应链透露,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预定明年第一季末或第二季出, 将2奈米市产参数转移给宝山厂,进行设置量产线, 这也意味宝山厂将于明年第二季开始装机, 并于下半年进行风险性试产, 2025年下半年量产。 据了解,新竹宝山厂第一厂初期月产能约达3万片, 高雄厂则计划在宝山厂量产, 隔年也着手2奈米强化板N2P的量产作业, 初期规划月产能也会在2万片以上。 台积电日前与法术会宣布, 公司在N2发展出背面电轨Backside Power Wheel解决方案, 此一设计最适于高效能运算HPC相关应用, 并强调,背面电轨将使速度提升10%至12%, 逻辑密度提升10%至15%, 目标在2025年下半年向客户推出背面电轨并于2026年量产。 依此研判,高雄厂将切入N2P与宝山的N2形成区隔。 总体来看,台积电高雄厂正式编定为台积22厂, 即Five22,并且完成该厂2奈米营运团队建设。 台积电供应链认为,台积电或许可能将高达于7000亿新台币的1.4奈米投资计划转向高雄, 但仍是其他县市争取台积电进驻态度及台积电全盘规划而定。 除了2奈米之外,1.4奈米也越来越近了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你点赞,订阅。